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私立医院的药剂产品需求复苏高过预期 虽然近期实施的MCO3.0将导致需求下降 但是相信该集团的盈利将受到 140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冠风业务的推动 按照每剂疫苗的假设购买成本约44令吉 以及近三年该集团的物流和分销业务 平均息税前赚幅为2.5% 科兴疫苗冠风业务估计可带来约1550万令吉的稀税前盈利 航家维持财政预测和5令吉27仙的目标价建议买入 完成葬sters 店建议西近平均息地溢业务 洁路 经历 市段 雇議員 感谢观看